大家好,我是GDG台北的TED Organizer TED 那這一場是我們今天這一軌的最後一場 那我們會請到Nine Taiwan 這個技術傳教士 就是他自稱忍者啦 Linja 他要來分享這一場GCCP的Creator 那我們歡迎他來 這次這一場的演講 好,來,謝謝 好,可以可以 好,OK 感謝各位最後沒有離開台過來捧場 那現場有很多手面孔嘛 對,有很多自家二就是反正就認識了 那,好,那今天這一個主題就是 為什麼叫GCCP Creator 對,那因為就自己的Syproject 就是基本上我就是用了GCP的這個服務 那我特別把GC GCC兩個字弄成藍色 現在有點看不出來 那,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在製作影片的時候 就有時候可能 心情好在剪一些影片 那現在大家應該 人手都會剪一些影片 所以應該也不奇怪 那,就是因為我想要弄一些像CC字幕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人世間大家都在看CC 或者是一些印字幕 那,因而產生這次的主題 那,好 那,今天是最後一場 所以我可以 應該可以大爆獎吧 對,好,不會 我不會,我會控制一下時間 那,好 欸,好,沒關係 有跑板 當然,我所謂因為那個是Mac的Emoji 所以,大家加減看 就是 呃,好,這個支求的有點受不了 好,沒關係 那,就是,我是 我是Ninja 那,我來自LINE台灣 那,我是一個技術傳教士 那,當然今天 呃,主題都跟LINE沒有關係 所以大家不要太,不用太在意 那,我,我也是 呃,2020跟2021的一個講者 那,本身也是,就是喜歡去 維護一些 open source的一些內容 那,如果說大家 有興趣,等一下會會 都可以找我 那,來這邊 既然是開發者 一定要提到有貓有狗 對,我自己也是一個貓派 那,當然就是 路途上 我基本上 每天在台北 閒晃 就是為了去找貓 那,就像 呃,剛剛說的 其實,裡面也找不到狗啦 那,本身是一個很喜歡採犬的人 那,最後就是 我是一個賢蟎蛇的 所以,如果最後 呃,各位有當過蟎蛇的 記得來找我一下 好,那今天就是 呃,會有一個圍繞的主題嘛 大家其實在剛剛 之前的演講 都會有寫到 像是 有些大缸啊 會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今天其實就比較簡單 就是 城市總有個音 那,我剛剛稍微提到一些 那,接下來就是 那,接下來就是 帶到像 STT啊, Cloud Storage 然後,一些 IAM 怎麼設定 然後,最後我就是塞進了 Cloud Run 然後,最後就是 我會帶大家聊 就是,這次 呃,我做這個東西 圍繞在 YouTube 圍繞在 YouTube 還有一些 video.js 就是 我花了一些時間 去採了一些坑 然後,我最後決定不用了 對 好,那上面 就是路上都會有一些 QR Code 但是我的 GitHub 應該是 呃,我剛剛有聽其他的 Session 有人不小心把 GSS 投給 吐上去了 對 那,我這邊沒有 我也仔細的檢查 我所有的 Commit 剛剛在 旁邊 暴力檢查一波 所以,應該是沒有啦 有的話,我趕快 Sun Project 好 那,接下來 呃,凡事總有個 E嘛 所以,基本上 就要叫 我要好好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是 呃,現在說 我 大家在做 呃,這種影片剪輯 基本上 你光打那個字幕 你就要哭了 你在影片剪輯就不用剪了 對 然後,呃 做這種 CC 字幕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是可以增加 被平台看見的機會 因為,呃,大家 不管在看 不管什麼 各大 YouTube 裡面做的 他們做了一些 很多 特效字嘛 那,那些當然很吸睛 當然只是說 呃,他們 放在影片裡面 基本上 呃,就是 不管 YouTube 各大平台 在掃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掃不到你的這些文字 所以 如果有些 CC 字幕的話 其實他們可以把那些 字抓下來 說不定有 比較多的這種 被平台看見的機會 最後一個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想紅啦 所以 就是想紅想過頭了 所以 就想說 啊,那我總要來做一下 這些東西 這樣子 好,那 就是 開始 在進入比較 Engineer 的部分的時候 那 早上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邊到底怎麼去增進這個效率 就是 做這件事情總要有個原因嘛 那 那 看向上面 就是 一般 影片前面我們就先不管了 影片製作實際很麻煩 那步驟很囉嗦 那 影片製作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打竹字稿嘛 你就要聽 呃,我今天講的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就 講講講,然後接下來就開始對時間線 然後 會輸出一個 SRT 檔 基本上就是一個字幕檔 那不用太在意它是什麼 後面我也跟大家介紹 那最後就是 校正嘛 不管 來自哪個平台 最後一定都要校正 即便你是 花雜大錢去K K那個廠商 剛剛說,把我把字幕打出來 最後回來還是要自己看一下 然後最後就是成品 就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做的東西就是 基本上我就是要把這三個東西 全部做到我自己的 Creator 裡面 去完成 盡量是減少我大概很多的時間這樣 好,那最後就是 為什麼要用CC字幕 剛剛前面有稍微帶到這個議題 那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東西 雖然說 很多都做一半 那我沒辦法 人生時間有限 那CC字幕 練了這種 洋洋傻傻的 那就是 CC字幕有的好處就是 它不用等字幕完成 才要出影片 因為很多時候像 我們這種獨立剪輯的人 或者是只有一個人在剪輯的 這種玩家 我們每次光要上那些特效制 上完 天都亮了 然後說明天要上班 這種 就很痛苦 然後在那邊打竹字稿 那剛剛也有遇到那個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其實他們也都是 像有用很多的 這種 雅庭竹字稿等等的這些內容去 幫忙先打第一次的出稿 然後出來這樣子 那 還有這種像這種字幕啊 其實難免會上錯啦 就是 你就是在寫程式 你也有時候分號跟句號都 分不清楚嘛 所以難免會上錯 然後 好處還有像是自適應 就是你不管用手機 橫著看直著看倒著看 基本上都長一模一樣 那 對 就是大概這樣 那 提高曝光率 那我就不講 剛剛前面有提到 然後後面就是 CC字幕的話 就是我自己是很 呃 希望是用YouTube的編輯器 我覺得自己寫實還是太痛苦了 然後 後面有一些額外的優惠啦 就是說 有一些像聽上人士 其實他們也可以去看這些影片 即便他 就是他給 有一些工具 那這 這我不是很曉得 就是我搜尋的 一些東西 然後 有一些可能像 自動翻譯啊 或者是 讓粉絲幫忙 共編的一些內容 那這就是 耳外的一些優惠 那 當然有優點 就一定有缺點啦 不可能 講的 講的洋洋沙沙 他好像很棒 但其實他也是 有一些問題存在 就是像 他其實 呃 預設都是關閉的 我們台灣的大部分的用戶啊 就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都很喜歡看 人家幫我上好的字幕跟特效制 就是 對 就是開心人家花錢 我就是要看 對 大概是這樣 那 後來我也會開始去 看一些CC字幕 因為難免就像 之前有個 就是講者 那他們在 他可能在學語的時候 他有可能看英文版 看日文版 的這種電子書的內容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也會 聽中文 看英文之類的 就是 類似這樣子的內容 也是有一種 學習語言的一些 呃 動力存在 好 那基本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呃 呃 字卡的特效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很 洋洋沙沙的 動畫 可能會去蓋到這個東西 因為畢竟他就是直接 遮到這邊 蓋在最前面 這樣子 啊下面都有放Github啊 想看都可以看 那靠不長啊 簡單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直接回歸到我們原本的 著作 我們講了這麼多洋洋沙沙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啊 那 就是 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先講STT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說 我在講 他也要聽啊 他要聽得懂我在講些什麼東西 那 這邊就是有一些很簡單就是 我們可能啊 點進GCP之後 一定都是在那邊看說 呃 這個UI到底可以搞些什麼東西呢 然後點開看一下編碼 UTF-8 嗯 就看不太懂 然後取樣率 影片 如果你今天不是做那種影片啊 輸出的 等等那種 這種 呃 的工程師 或者是這種背景的 人 那你可能不知道什麼 12800H 赫資 然後什麼44 44100 這我永遠都看不懂 只知道他好像什麼 一堆 bit還是byte 合在一起的東西 那 我們要用STT 基本上不用在UI上管他 我們都用API自己處理就好了 對 所以這裡 剛剛看的都是白講的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都 就是我們總需要一個玻璃櫃嘛 我們都很怕我們自己的東西被偷走 就是 前陣子有很多 很多被幹走的一些東西 被拿去給親戚啊 等等的這些內容 好 那我們凡事總會需要有個玻璃櫃 那玻璃櫃裡面是放什麼 就是我們的Cloud storage 對 那Cloud storage 很顧名思義大叫 不管用過S3 呃 Google Google 雲端硬碟 然後各 各種RZ架的也好啦 然後不管GCP Ager AWS 都好 那我們就是總是需要建立一個玻璃櫃 好 基本上這就是建立完的樣子 所以就是 那你看看 對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總要鎖頭 那篇文裡面就是大家都在討論著 類似IKEA的玻璃櫃到底要怎麼鎖啊之類的 那我們就需要用一些IM and RAW 你基本上在用任何的Public Cloud或Private Cloud 都一定會有一個鑰匙 你一定要用鑰匙來去做一些東西 那這邊我會帶一些 有一些Call的內容 那這邊就是 以GCP來說 它裡面就是要去Service Account 這也是中文 那就是服務帳戶 他們最近忽然中文化 有時候忽然切進去都會 不知道我自己在點什麼 那這些就是 有一些步驟要做 那這邊就沒有做太多的 呃 的闡述 然後在建立完最後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需要驚訝嘛 因為我們 在開發的時候 都是要拿那個Key去 打這些API 你不管打STTA 打Cloud Storage 反正打任何東西 你都需要一個Key 那這邊 他們是 就是GCP本身 當然是不建議你塞Json 因為像我自己就有出事過 不然把Json 提上去Github 然後趕快刪掉 對馬上就被檢舉 我的 GCP就炸了 對 好 然後他們會建議使用這個 但 我比較 命比較不好 就自己 用Json這件事情 來做這件事 來去做 Access的這件事情 那總之就是Key一定要管好 對 對 大家 後段工程師不好 前段工程師也好 就是 Key一定要保好 不小心會出事 不小心會出事 就是我們的鑰匙總是不能被發現嘛 那 因為有了前面慘痛的經驗 我不小心把它提上Github 那 後面我就找到一個Python解法 那當然像 你不管在 呃 國內也好 各個各種語言 其實都有一個 這 就是可以這樣子的方法 就是 我把JsonKey放進我的環境變數裡面 那 基本上 呃 這樣子的話 對我而言 就是安全性跟部署 我覺得可以 在部署上就是 可以 比較up 呃 我忽然不知道講什麼 好 那就是 因為我金魚腦 所以就是 我有時候都不知道 就是你今天在Github的時候 我到底要點些什麼東西 有啊 暴力點 啊 Github 然後就炸了 然後 那 這裡的Call 可能有點不清楚 那 我就先補 一 解釋 那簡單來說就是 它是需要建立一個 我會在我的 這種 不管是容器啊 或者是虛擬機裡面 會先建立一個暫時檔案 然後 因為我大部分都部署在Hiloco 或者是 呃 Crow Run上面 那你就可以放一個暫時檔案 然後它會在環境變數 塞一個路徑 呃 看每一家廠商自己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 GCP最主要一定是要這個 環境變數 那 我這裡就弄了一個Google Key 就是我自己在環境變數塞一個叫Google Key的東西 那 我自己的環境變數 就在這個Google Key裡面放上 一個Json 然後 最後它是一定要在框架檢啟動 那這個 有點廢話但是 還是要跟大家講 好 剛剛看不懂 就 再讓你看一次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它是在 呃 框架檢啟動的時候 我就去寫那個 suffice 就在最後寫了一個檔案 叫做Json 因為 Google Cloud一定是要吃這個Json的東西 才可以去 assess那個 內容 好 那 我就是去讀我自己的環境變數 然後 然後就塞進去 那如果出事了 就直接把它關掉 就管它了 反正就炸了 那 就是 呃 但是這裡會有遇到一個小問題啦 就是 呃 那個Json檢抓下的時候 所有的Key Value全部都是單引號 所以你就很暴力的 自己把它全部改成雙引號 然後 這樣很長 然後全部變成自串 就是你要去多做這件事情 那看不到沒關係 再拉你看一次 當然是長這樣子 那Firebase啊 不管任何的 服務都是長一樣的 就是 我弄一個 呃 自串的Json 那最後PASS完 塞進 環境變數 然後它會有一個暫時檔案的位置 那 我每次框架檢啟動的時候 都去拉那個東西 好啦 那 呃 剛剛講的這麼多 好像還沒有到 正體 基本上 我們萬事皆上雨 我們全部都要上GCP 我們該怎麼做呢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自己寫的這個Creator 那 就是 我們想要做一些很懶人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 呃 我少了一個CD 那CD 好像沒什麼重要 所以 接下來你就是直接把Git Git 呃 忍著一下 忍著自己腦袋打結 Gcloud Run Deploy就直接上去了 那 它這個的好處 就Gcloud 呃 在我 印象中以前 我就是好像設定很多 很麻煩的步驟 所以我以前很討厭用Cloud Run 這種東西 然後那時候就是用AWS 我就覺得 欸用的好開心啊 那 現在就是 現在Gcloud 然後就是 我大概前 應該快一個月前去參加了GDG的一個活動 那我那時候就 欸 又意識到了 欸原來它只要寫一個Dark File 在你Gcloud Run下去的時候 它就直接把你的Dark File抓起來 然後往上丟 然後 就會在一個雲端的環境自己去 build這些container 然後就塞上去 欸 真棒 我的電腦終於不會再炸掉了 因為我每次Dark 大家 Dark應該都把各位電腦塞爆了吧 對 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 我每天那邊砍那個image 我就快受不了了 好 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的emoji不見了 對 就這樣 emoji還是不見了 好 那就是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阿 就是Dark main Dark hub main 那就是最後只要一個Dark File 它就全部送上去 那省一點空間 但是 我們總是希望那張神奇小卡 對 然後省區 我覺得這個 這個的好處對於 一些 這種我們 就是自己寫Cyproject的工程師來說 就是省區這個開發初期的事情 那其實像我們 就是不管 各家SRH 也都很多去幫忙去做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真棒 真香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談談 我做這個GCCP Creator的 一個我覺得最關鍵的點 就是我在那個時候聽到的Event Arc 那我們總要做些什麼事情 才去觸發這件東西嘛 那 那 基本上就是叫導火線 就是把小集拿去送人的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 我們設定在Event Arc 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在Cloud Run的時候 就去設定 那 怎麼設定呢 看一下 大概就這樣 其實Event Arc 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Service 但是它跟Cloud Run去 很有效的就是 在UI上就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點一下就可以了 那 這邊就是 我們要設定一些觸發條件 那 等一下後面會有一個步驟 就是 跟大家講我這個 GCCP Creator的整個Flow 那這邊其實 比較快速去帶 唉唷 怎麼講那麼快 講那麼久 好 那就是設定一些觸發條件 那 我就是聽Cloud Run 然後 一個觸發的UIL 好 這不廢話 然後就是說 我會上傳一個MP3檔案 就是 我們剪影片的時候 最常我們會輸出一個MP4 那其實因為 我們要透過STT 所以我們最後要轉一個MP3 我們就先 反正都要剪影片了嘛 我們就直接把 音訊拉出來 直接 獨立輸出 然後丟上Cloud Storage 然後接下來它就會 過了一圈 繞了世界一圈 然後 產生了一個 點SRT的這個字幕檔案 那 好啊剛剛講了這麼多 其實有點廢話 就是 就是我們不知道 剛剛我講的這種洋洋傻傻 不知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嘛 那我們從 各位的左手邊來看 你是一個User 那 應該說 算是一個Editor 那我們上傳一個MP3檔案 到Cloud Storage 那 在這個上傳過程中 就是Storage 開始 在 開始在 那EventHark 它就一直去監聽 我剛剛設定的步驟就是監聽 Cloud Storage 到底有沒有東西傳進來 那我程式裡面就判斷如果是MP3檔 我就 開始做嘛 那其實在這邊我就是 丟到Cloud Run 就是 因為我剛剛在Cloud Run裡面設定了 EventHark這件事情 那它 它就會去觸發這個container 呃 這個Cloud Run 然後把它 騎起來之後 我就去呼叫語音辨識API 那回來之後 我就回來 然後 到Cloud Run就會再建立一個CC字幕 然後我就直接塞進 Cloud Storage 所以 看起來 呃 以我這種編輯者來說 只要把MP3塞進去Cloud Storage 然後去泡個茶 出來 它又好了 那最後我就把它download下來CC字幕之後 我就直接上傳到YouTube 然後開始編輯 好 後面會有一些內容 好 那這是一個小短片啊 那 大概就是 我本來 因為 現場網路 我菜會炸 所以我就覺得說 呃 不要不要自己輕易嘗試啊 這個 這有點浪費時間 就是 炸了之後就很麻煩 所以我就是 錄了一個小短片 然後 就是我可以把MP3檔案丟上去 看起來好像好像有剪接 所以 好像我都在做假的事情 但是它是真的 相信我它是真的 好 那就是我可以 等待完之後 然後它就會去幫我整理了一 一堆就是 呃 若有事物的 這種 字幕 那其實STT 見出來的 正確率 我猜大概40%到60%不等 依照你對於 呃 你的這個環境的 呃 你講的這些東西的 內容到哪邊 像我們可能就講 今天來講啊 GCP 可要讓 Speech to Test 跟你說 那個東西它聽不懂 那 最後就是它會 有一個看起來像 網頁上看起來像 亂碼的東西 但其實這個 最後丟到YouTube 或者是 呃 呃 video.js裡面都是可以的 its ok 那這裡就是一個小demo 那就是我上傳到我的YouTube上面 然後這裡有一些當事人的東西 對我等一下會把它mark起來 當事人也在現場 所以就 就大家 呃 如果看到本人千萬不要去扁他 對 那我這裡有做一個demo 先把它擋起來 就用白色海苔把它擋起來 對 對那 那旁邊就是會 它其實在播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子 滴滴滴滴跳下來 那其實它剛剛的那個編輯器 就 有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 倒退 或者是enter 去把它merge 或者是拆開 這樣子 好 這個是一個快速demo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喔 為什麼會有video.js這件事情 就是初期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相信YouTube的UI 我想說 我是開發者 我有我的決心 我要自己做 那我就 我不想住這邊 我要搬走了 對 好 那我們就想說 MP4真好用 只要抓下來video.js丟上去 就可以了 只要 我的cloud storage 開public選線 就送上去了 那手動上場會有CLS的問題 那 就是我只要開public 就完成了 但 我就覺得CC字幕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叫CLS 你聽我解釋一下 它只是一個字幕檔 它不是影片 因為它跟影片是同一批的 但 呃 不知道為什麼CLS 就堅持不讓這個srt放出去 它永遠都跟我說 COS 呃 我寫前段的時候 最討厭這個東西 每次都在想 到底要怎麼辦 我覺得任何前段開發者 在初期的時候 應該都很討厭這個內容 那 接下來我說 那我要去愛別人了 我 我上傳給你 你不要 那我自己寫個API Server 總可以了吧 那我就自己寫的東西 然後全部傳給前端 那 暴力一點 反正自己弄嘛 我就全部丟在local收一句 反正炸了再說 那 這邊我就是 就是 因為我要還它原型 就是 你在一個字幕 拉出來的時候 其實 一個大字串啊 很麻煩 那你中間你在bue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堆寫線門 你一定會看得很痛苦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最後我就用了 Evo 這個很邪惡的寫法 那我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 但它會動了 對 那再用bob 就是把它 弄成一創暫時線的網址 吐給video.js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了 這件事情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在這邊 就是要 放上它的type是VTT 就是我們把這一個 建立起來的暫時檔案 弄成VTT 就是告訴它 喔這個是這個 檔案格式喔 它不是除文字喔 不然它會看不懂 然後接下來就說 我們 他剛剛 我們就想說我們去愛別人了 那我們就說 但既然你不聽 那我就來硬的 那我們就直接 Gcloud CLI 直接給它下去 我們經過了網路大神 Google跟我們講 這樣子用就可以了 這 但是就是 Cloud storage在 Cloud storage在那個 Ui上是還沒有辦法設定 COS 我猜可能是有一些 安全性的 疑慮在上面 所以它可能就先 不讓你這樣子弄 但 既然是獨立開發者 一定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 螢幕有點黑阿 那基本上就是我 我設定了一些 東西 就是像G Suite 然後CLS Gate 然後把我的 Cloud storage 塞進去 那這邊就是一個 建立那個 COS的 我就跟他說 欸 通通都給我打開 Origin全部給我打開 誰都可以進來 這是不好的做法 小孩子別學 好 反正就是自己測試嘛 昨天晚上還在趕這種東西 這誰受得了 我還在那邊趕那個PASS 對 那過去其實有可能 那快去放我走 那因為在設定CLS的時候 他可能在Sync 在Sync那個 他們SERVER的時候 會有點 呃 ROADING的時間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發現你的東西 永遠都跑不出來 那我猜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啦 F12清除快取 那我基本上 我是去泡個茶 回來看一下 欸完成了 還沒完成 那我就走再去上個廁所 那 這個是一個做法 我猜這樣子應該是可以 但我沒有做 留給大家一個遐想的空間 好 那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都在弄一個叫SRT 那這邊為什麼要 忽然又弄了一個VTT 那就是video.js這個玩具 他一定只支援Web VTT的格式 那就是很麻煩 呃也沒有到很麻煩 就是反正最後就是你一定要在SRT的最前面 因為他是一個時間序加一段文字的東西 然後空格 時間序文字空格 大概是這樣 那在最前面就加一個preface給他塞上去 就可以了 那如果像SRT的話 你用video.js你會發現 就傻小他怎麼變這樣子 對 你打開F12永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最後 那 呃就講到video.js吧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字幕到底在哪邊 字幕編輯我要怎麼辦 就是我就覺得說 別人的東西總是比較好 我覺得 能 不要重複照輪子就不要做啊 所以我就覺得 用YouTube的CLI就很夠用了 呃不是CLI 更正一下 YouTube的UI就很夠用了 他 他在上面不管編輯你那個 倒回啊 然後下去 都 就是enter 換行 其實那個都很方便 那 最後給大家一些take away 我發現我好像講的 過了一段時間 那身為管理大師的我們 大家可以從這一 今天這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麼洋洋傻傻的東西 裡面可以帶走點什麼東西呢 好 那 灰灰衣秀不帶走一片銀材 但是你總要帶走上面的這四個內容 我覺得 蠻重要的 在STT我在調教他的時候 因為我 我那時候都剪一個十分鐘影片 就直接給他丟進去 但是我覺得 十分鐘影片我好像感覺不出什麼 那剛剛在做那個demo影片的時候 我放了52秒 放進去就會發現那個字 跳的 他會有一些東西是 有辨識出來 有些甚至不辨識就給我了 那 就是他是一個 以一分鐘為分水嶺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在剪輯影片 在做類似我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 用Google的STT 是盡量以一分鐘為一個分水嶺 那第一點剛剛沒講到 就是他最低 接收到微秒 應該是微秒那邊 那 其實是蠻精準的 你只要把這個SRT 丟到 那個 YouTube的那個 介面上 就像剛剛demo的 他又 就這樣 很 對時間 然後就下來了 那 最後我覺得 至少減少 我在初期敲那個足智稿的時間 大概30%到40% 那這個時間 其實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所以 讓你這一個產品 就是你的Video 可以更 更加 就是品質更高啦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如果你今天你有錢 你要花錢去 請人家做 那我覺得一定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身為一個 開源 免費 好像常常被掛在一起的工程師 我覺得 我一定要自己動手做 所以我要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最後就不要自己寫啦 自己編輯器 我們這種 我這種後端工程師 真的不要想不開 好 那 因為我在部署上 就是 有 在GCP部署上 有遇到一些問題 當然他還是可以動 但是他就是怪怪的 所以如果說你有相關的經驗 可以來跟我聊一下 那如果 video.js 剛剛只有談到一些 所以如果有問題 歡迎來可以 找我聊一下 好 那最後就是 這是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影片 或者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內容 我應該也有機會會放在這個上面 那 我們公司 就是有 不管你要看文章也好 看 我們推播的一些消息 或甚至影片 我們很多技術影片都有 比我 比我這個 今天講的這個東西 還要升一百倍的東西 都在上面 所以 想看什麼 前端後端 可愛的 SRE 然後 反正你想得到 上面都有 最後就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最後一場 好那個 很精采 請問一下有沒有任何問題 都沒有嗎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樓上的攤位會持續到五點 五點半 然後我們這裡結束 這個教室結束了 但是樓上的攤位還是繼續 那 如果各位可以就上去看 謝謝大家 先繼續來參加 CostCop的活動 他Face的話 可以 然後你就直接拿那個 YouTube的視野牌 YouTube 你就直接丟上YouTube 然後先排名 然後 然後你就在上面 他就會直接 那 謝謝 謝謝各位的參加 我們GDG在全台灣 七個縣市都有相關的社群 那歡迎各位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Facebook 或是在Google搜尋 請裡面搜尋 GDG台灣 就可以看到這七個城市的GDG社群 歡迎各位 有興趣可以來參加 JDG社群 集團 後面在大陸 我們跟我們一起拍的